大家好 我是半瓶醋 今天想要来聊聊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 在中局之战后 蚁人施考特朗恩 与太太黄蜂女和普凡带因 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施考特相当享受和平 又不需要行侠仗义的生活 然而他安逸的生活态度 让女儿凯西对他很不满 凯西反而与外公汉克皮姆 成了好伙伴 祖苏两人共同研究量子领域 但是就在展示给家人 观赏探测量子领域的装置时 一枪五口却都被吸入了量子领域当中 他们这才发现 量子领域是一个充满各种 智慧生物的异世界 但是却发现这个世界 充满了战乱与危险 曾在量子领域中 迷失30年的珍妮特·凡带因 带着先生汉克与何普 寻找失散的是考特与凯西 然而珍妮特一直没有告诉家人一个秘密 量子领域住了个恐怖的野心家 征服者康 珍妮特与征服者康 有这一段深远的恩怨 蚁人家族将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 所以 什么时候会成为 坏人 把从2021年开始 漫威在宣传上映的电影的行销宣传力道 很明显的活力比先前减低了许多 尤其是到了2023年的这部 蚁人与黄蜂女 量子狂热 作为所谓漫威电影宇宙第五阶段的首部电影 除了必要的海报与广轩之外 这部电影的社群声量意外的微弱 以往 漫威在各大社群媒体铺天盖地的病毒行销 早已销声匿迹 还记得2018年时 我爱你 我爱你 明明天 见 Yes 蚁人与黄蜂女上映时 保罗路德与伊凡杰林莉莉来台宣传的盛况 那个时期 可说是半维王朝如日中天的时刻 五年后 这部续作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 相较之下 几乎可说是静巧巧的上映 坦白说 我并不清楚迪士尼这么做的原因 即使相较于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之前的史诗排场阵容 第四与第五阶段的漫威角色们 相对而言更生活化 也更没有明星戏场 但是 这不是应该更加努力地宣传好 弥补钢铁人 美国队长等明星角色下场后的空缺吗 而在看完电影之后呢 我忽然似乎有点能理解 但却又不太能理解 迪士尼为什么要这么能处理的原因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 在故事上 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好看的电影 但若要与历代漫威电影做比较的话 这部电影的表现 算是相对平庸的一部 我之前曾戏称过 如果蜘蛛人是社区型英雄的话 那蚁人 就可说是家庭型的英雄了 蚁人系列的主角施考特朗恩 他从一开始 在漫威的电影宇宙世界的角色群当中 就一直不是什么 胸有大志的英雄角色 他就只是一个纯粹爱女儿 爱太太 也热爱平凡生活的小人物 而要如何让这个小人物 能够打起精神再度经历冒险呢 漫威所提供的解方 就是要让这种人 经历一场他不甘愿发生的意外 让他爱的人全都遭难 然后再让他进入一个异世界当中 借由冒险 让这个角色 对抗自己原本就无意挑战的困难与反派 而这一次 制作团队准备让他冒险的世界 终于不再只限于旧心山 而是他家地下室当中的量子领域了 那为异世界穿越番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从《星际一公队》 《星际一公队2》 与《雷神索尔3》 《诸神黄昆》 都是类似的套路 观众除了主角之外 对整部电影的世界观 几乎可说是一无所知 然后制作团队 就可以让观众借着主角所遇到的各种人事物 去认识整个异世界的各种设定 种族 与形象鲜明的非人类角色 以人与黄红女量子狂热中 主角本在量子领域所遇到的各种生物 科技与环境的设计走向 可说完全都在前人的故事当中发生过 雷神索尔遇到了个杰弗高布伦所饰演的宗师 这一次量子领域当中 就有一位比尔莫瑞饰演的凯拉尔 星爵在银河系的冒险 遇到了葛摩拉 德克斯 火箭挽雄与格鲁特 以人一家 在量子领域 也遇到了违背 跨资 任托拉 等当地的抗暴居民作为伙伴 故事曲线也相当的规律 通常 都是危险的野心家 企图一统一盘散沙的异世界江湖 然后主角们 就要号召各种小人物百姓平民 团结起来革命 但是故事曲线重复 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身为看惯日本动画 与各种类型电影的观众的我来说 套路重复并不是什么罪恶 重点 还是在于在这种套路底下 观众能够感受到什么娱乐 在于描述量子领域时 各种有趣的设定 特别是施考特 在一场任务当中 遭遇了豁然率风暴 让自己成为了薛丁格的蚁人 或是当施考特与凯西 在遇到当地居民时 所看到各种异世界的奇观与遭遇 活着的房子 没有孔的生物 与拥有心灵感应的人 对话时会出现的久劲 都颇为可爱 场面与角色设计也相当的有趣 尤其是其中那些圆圆胖胖 不知道是动物还是植物的活体生物 都别有特色 但以人与黄蜂女量子狂热 也有许多的缺陷 首先 征服者康这个角色的演员 乔纳森·梅杰斯 虽然证明了 他是个演技优越的演员 但是他的反派气场 并不足以镇压全场 而且这个角色的能力 在电影当中也描述了 相当隐晦不明 在刚出场时 他似乎是个聪明绝顶 又神秘的智慧型角色 然而 随着故事的推演 他忽然又成了个拥有 可怕超能力的魔力型反派 可以使用能力 让主角凌空被架起 又感到肉体的痛苦 然后 在电影的后段 群众反抗他的军队掀起革命时 他又变得像个怕事又恐惧的暴君 最后 在他的手臂装置被破坏之后 征服者康 又变成了一个 拥有健壮二头肌的打手型反派 跟史考特朗恩 结结实实来了一场拳脚打斗 征服者康这个角色 变成了一个因应各种剧情需求 做出种种调整与配合的反派 老实说我很难接受康是那个 危险到绝对不能放出去的恐怖反派 因为征服者康的行为 都显得太不聪明也太被动 再者 蚁人与黄风女量子狂热 也似乎有点拿捏不定 到底是要作为玩世不公的角色的冒险喜剧 还是严肃的科幻剧情电影 由于演员表演调性不大相同 全片的角色 被分成了两条支线 思考特与凯西的故事线 就会出现各种喜剧桥段 但是到了汉克 珍妮特与和普的故事线 就忽然变得严肃了起来 哪怕是他们的故事线 有比尔默瑞进来插话也没有用 凯拉尔这个角色 就算找了比尔默瑞来演 也没有做到雷神索尔3 出神黄昏中的宗师那样类似的效果 完全就是浪费了比尔默瑞这个演员 于是 全片就在一下子搞笑 一下子严肃的奇怪氛围当中推进故事 而且 蚁人与黄风女量子狂热当中 介绍了几个新角色 虽然都各有其可爱之处 但是在表现上 也没有比其他漫威异世界番的角色 更令人印象深刻与讨喜 至少 在角色戏场上 人托他的戏场绝对不比瓦尔基利 违背的甘草可爱 也难以比得上扣格 由于前辈的朱玉在前 就更显得蚁人与黄风女量子狂热 变得相对平庸了 整体而言 蚁人与黄风女量子狂热 也并非什么难看的电影 其宛如《星际大战》二部曲 复制人战争的大军场面 以及蚁人在片中活用巨大化能力 与缩小能力的打斗场面 也是在超级英雄电影当中 难得一见的画面 但是对于已经被星际异工队 雷神索尔三 诸神黄昏等前作轰炸过的观众而言 这部漫威电影宇宙第五阶段的首战 实在显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甚至在我眼中 即使永恒族 奇异博士2 失控多重宇宙 与雷神索尔4 爱与雷霆 黑豹2 瓦干达万岁 等做了大众娱乐性偏低 但这几部作品的作者细心浓厚 因此 我还可以就欣赏作者风格的角度去观赏他们 而蚁人与狂风女量子狂热 可说是近期的漫威作品当中 最没有作者风格的电影了 但 这也是我既有点了解迪士尼为何要冷处理 也不了解他们为何冷处理的原因 我了解 是觉得他们可能看出电影的问题 但我不了解 就是这种整体不算差 但是缺点明显容易被吐槽的电影 反正是很需要铺垫盖地的病毒行销 来让观众因为电影很潮 而不去在意那些影迷 或者漫威迷斤斤计较的问题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 最后 这部电影有两个隐藏片尾 第一个片段 给了观众们满满地看 我房里有些好康的 好康 是新游戏哦 来看这个好康的 别说不要了 别说 第二个片段 则是影集洛基的后续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们 就留到最后吧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我们现在看到霸王龙选手 被美女克莱尔 举着信号弹领进雷台了 霸王龙选手挑衅帝王霸王龙 哎呀的观众们 看的是目瞪口呆啊 两只霸王龙展开了激烈攻防 霸王龙企图攻击 帝王霸王龙颈部 不断撕撑 帝王霸王龙惨叫一声 而第二下却闪开了 还对霸王龙依左掌击打 右手把霸王龙头往下压 顺势做出了抛摔 霸王龙失去平衡倒地了 霸王抓起来